其實這幾天很多朋友看到這個國民黨是 這個所謂張官禮貸穿著附會的故事版本 當然在 鄭市長公武擴大案之後延伸又延伸了三案 包含巴德轉英戰 包含小快熙 包含這個所謂的觀音忠孝段 延伸了這三案 想說這個 來結束了 反正就是打包 這都你的 其他的案件老實說我不清楚 但是觀音忠孝段這個我是當事人 我也了解 這個案子其實在兩年前 三江村議員就已經爆料過 所以我一開始媒體這個打給我說這是冷犯熱潮 那這一次我看這個林陶議員在記者會講的內容 事實上沒有新的東西 在演藝店 只是兩年過去有些記者媒體可能忘記了 我想林陶議員得到的資料我也有 因為我就是股東之一 但是我有的資料他未必有 這次今天在這個節目 我特別拿這個可能從來沒有亮相的 處女手燈這個手亮相的資料給各位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一個一個講我就會知道這個 這個案絕對是個烏龍的爆料 烏龍的牽扯 這個當時是 共同投資協議書 有看到第一條 甲方一個履姓的這個 原本的不良債權所有人 乙方就是我沒有錯 所以從這個簽訂的過程甲方 乙方只有誰 只有一個人 這代表什麼 這不是一個 集團式的說 一起來簽訂一個 購地的契約 這個當時是透過一個前客 這個前客呢 跟這個履姓的 原本的所有權人是熟識的 那這個前客剛好是我父親的選舉幹部 那選舉之後呢 因為這個 跟他捧個場 那所以就 意思意思跟他捧場200坪 前客他賺點手續 沒問題 那這個前客因為跟我爸 我父親在選舉的時候 認識很多的幹部 所以他後來跟著這個幹部 一個一個兜售 陸續陸續兜售 所以大家會看到 裡面 13個 投資的股東 多半都是大元觀音 這個中立一代 這些都是 我們的 副職輩的朋友 所以他是分開去兜售 對 不是好像把這些人通通揪起來 然後一起去買 接下來再講就會知道說 這個前因後果 這個一個是 第一個不是集團 是分開兜售 對 所以我簽約的時間 等一下會秀養 是9月10號 其他人簽約的金額多少 日期多少 我不知道 因為是分別簽的嘛 再來 標題舞這很清楚 這個林陶寅這個完全正確 沒有問題 但這裡有個重點 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投資這個為什麼 不叫炒作土地 我投資這個叫不良債權 不良債權這個 要把它講清楚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簡單就是說 當銀行的抵押品 被人家倒賬 銀行 這個企業跟銀行借錢的抵押品 還不出來 銀行為了怕麻煩 他把這個債權 因為處理曠日費時 他可能打折 6折7折5折3折 還處理我趕快回來 就是法拍屋的概念 這就是不良的 所以當時在賺 投資這個標的 最主要的核心進程是什麼 我們是賺知識財 處理財 因為我把這個土地 因為打折不良債權 處理完 我可以 用當時的市價賣掉 我賺的是個價差 那也跟大家報告 當時 全客的說法 預計半年到一年 可以完成 然後把土地賣出 所以絕對不是為了炒土地 不是賺土地差價 但 這個有時候投資 就是有風險 所以要謹慎 這樣後來拖了6年 因為你也很可能 買了這塊地 結果沒有 不知道水這麼深 因為不良債權 我也不是專家嘛 然後接下來繼續看 而且那塊地可能 真的是非常的偏僻 或非常的荒芜之類的 出資方式大家看 這裡有個重點 賈方 全額負擔負責處理 投資相關市下 賈方 我們是被動的投資人 OK 那之後 這個投資240萬之後 因為我說 我的成本400嘛 對不對 第四條 強制執行之後 還要有相關的 執行費 規費 增值費 等等 稅費 這些加起來 我一坪本來成本12000 這些價 一盤加起來快七八千塊 所以我的成本是2萬 200坪就是400萬 這就回應到我剛剛在媒體所講 這是我的成本 第五點關鍵了 甲乙雙方協議 本投資案由 賈方全權負責主導 我是乙方 賈方全權負責主導 所以這案的主導是誰 這個履性的 大股投資人 對 所以我講到這邊 我說這個案子 跟鄭文燦有沒有關係 這點很清楚 接下來第2張板子再講完 大概就可以把 這個話題開始 這個 違約賠償嘛 這個是標準的 然後甲方乙方 就只有我一個人 日期 各位觀眾我看一下 一百控三年 9月10號 103年9月10號 當時吳智陽縣長執政 吳智陽縣長要連任市長的時候 當時我們桃園 直下市升格 連任氣勢如是中天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氣勢如虹 選舉選得很高調 但殊不知 剛好這個 這個不如他的預期 所以我在投資 這塊土地的時候 鄭文燦市長 還只是在準備 選舉的備戰當中 我不知道我會進入 桃園當金發局長 你等於還是看準了 吳智陽可能會幫這個桃園 帶動才去買這塊地 我當時更沒有跟鄭文燦市長 有任何的關係 因為我剛剛講到 這些投資朋友 都是我父子輩的朋友 好講到這邊應該 第一個要檢查 非集團 非土地炒作 非這個跟鄭文燦市長 在這個案子有任何的關聯 好接下來 他們說 你取得土地了 那這塊土地要點石成金 好我看到記者會新聞稿 第一個我看到我就笑了 這有些話要做點功課 不然是騙外行 哇這些 股東取了很多的土地 4000多坪 想要透過 產業創新條例 把這個農地變產專區 對 這個條例是有的 但是透過產創條例 要把農地變產專區 有個門檻 所以想要5公頃 可譜一下 1公頃是3000坪 5公頃是15000坪 你這個才4357坪 4357坪 要怎麼透過產創條例 變成工業 這個所謂的創新園區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很莫名的指控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倘若我就算湊齊了 這麼大筆的土地 對 在我的任內 直到我卸任 這塊觀音中校段 沒有任何的 這個新辦事業計劃提出 所以他現在還是農地 現在還是農地 我已經卸任 快兩年了 2022的 12月25號 但他們可以指控你說 你就是沒過關 所以急著要脫手 連送都沒送 何來談有沒有過關 好 再來 再來就是說 這個 我看那個記者會 其實我是很不願意 看那個記者會片 不過 為了要上節目 我還是惡補一下 看到這個 哇 把那個很多的契約書都秀出來 甲方林煌張 後面很多名字都馬賽克 為了保護各支 這是正確的做法 但是 甲方林煌張以後 下面13條名字叫什麼 叫乙方 甲方是購地者 他看到的那個合約是 2020年我們受地的合約 換言之 我們已經 除了林煌張以外 其他以下13名 包含這個土表列這幾名 我們全是賣地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股東在不良債權 處理完地 強制情拍賣取得所有權之後 就是依照協議 協議署 我就是要處分掉啊 處分掉 我們是賣地 怎麼會變成 這個哇 怎麼東拼西袖 我們又會變購地者 啊我又變成要變成 產狀條例 要報名的其中議員 這是很莫名其妙 好再來 林煌議員竟然有拿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 受地合約 然後 他甲方以方可能故意 染州會 反正 騙觀眾朋友可能不清楚 都馬賽克 你說騙我們就有法律的責任 沒問題啊 你寫的這個都新聞稿 我是照著新聞稿 唯一的 你不要講騙 沒關係 等你講完我來回應 好請你回應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受地合約出售 一坪就是 25000塊 對 我持有就是200坪 對 所以我賬面上 不講獲利 收入叫500萬 如果數學沒算錯的話 我的成本剛好報告 第一筆 240 加上過程的處理 將近160萬 我的獲利 100萬 總共6年 這個 投資周有風險 所以大家要謹慎 這種不良債權 有時候水很深 投資會比較長 所以我獲利100萬 當 這個指控說 賬面獲利1000多萬 即使他不知道我的成本 你也知道我的收入多少吧 200坪 一坪 25000 何來賬面獲利1000多萬 所以我講到這麼多 就是說 這是一個烏龍爆料 未資料給他的人 他看了 哇 但我也知道他是誰為資料給他 看了看了 就跟張江春議員 在兩年前 演了一套同樣的劇本 所以我覺得這個 要對 作為議員要對自己的 選民的期待 這個給他支持要做負責 所以我延伸這案 這話我講完了 但延伸的時候因為 我認為 你自己熟悉的議題 可以沒問題 你可以這個 就像我今天這樣 我是當事人 我來說清楚 講明白 巴德 轉運算 小快息 我不懂 但是 就一個民眾的角度 我會開始質疑了 你這觀音中校段 都搞這樣的烏龍 你的小快息 你的巴德轉運站 你確定你們拿到的資料 你們的論述是正確的嗎 這是我想表達的 以上 那你有沒有覺得就是說 剛好在 鄭文燦涉灘的這個案子 這一件事情又被冷飯 熱炒 甚至把他講成一個 所謂的 鄭文燦購地集團 點石成金 然後林濤甚至說他要在 桃園市議會組一個 調查小組 要把過去所有的案子 統統翻過來 從頭到尾再查一遍 我們在政治上 或者是在政論節目上 我們會用一個名詞 叫政治追殺 對 所以 沒有我認為 這個 案子就是 人有時候人在當歲 他就 哇什麼都要給你 關上去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 民意代表 因為我們在 這個都是一票一票 選到的 要珍惜愛惜自己的羽毛 你在任何一個時候 未來都是會 會被人家列入紀錄 那所以 這個很 顯而 因為 身為一個議員 你會不能調查說 這一塊地 目前還是農地嗎 有沒有送場料料理 你問得到的 既然有人要會這樣 你是不是會 你是否有獲利一千多 你可以問我 沒有 那就做一個 東拼西湊 穿著付配 專光禮賴 哇 演繹的在節目上 很精彩很熱鬧 民眾看到 不知道信以為真 我其實我已經 離開公布門 一段時間 我本來沒有想來 這個 上這個節目 但是我認為 這個潑髒水的效率 比我澄清的速度還快 所以我必須要上 節目 讓這個效益能夠抗衡 你接下來提告對不對 當然會提告 就那個新聞稿 我有把這個 國民黨發新聞稿 這個 時任 這個金發局長郭育信 加入購地集團 我購地的時候 還沒當金發局長 我在2020 你購地的時候 甚至政府態度還沒當選 但是我是受地 所以這個風馬牛不相干 OK 這個林桃 有網友說我好像對你特別好 所以我必須 對你凶一點 有人說 這個剛剛郭育信的說法 讓你臉都腫了 那郭育信也揚言說 他接下來去有點提告 你現在又多一條官司 太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基本上呢 我想說 奇怪 製作單位也對郭育信不錯 讓他講得很完整 沒關係 因為講越講越多 今天我覺得 郭局長可能在公共領域的評論上 已經好久沒久了 他剛好久沒有去現身 也沒有知道這個論述的內容 應該怎麼樣 他剛才有兩大關鍵破綻 我一一來講 第一個他說 我這個 他有的資料比我多 不好意思 我今天這個記者會只用了兩個PDF 我七個PDF 其中包括你們匯款的金流 誰匯的錢 我每一張單據上面的文字蓋章 時間 都有 所有的銀行通通都有 所以今天郭育信出來講 我是覺得他勇氣可嘉 因為 基本上這些資料我會交給檢調 那 如果桃園在9月10月有調查小組的話 我也歡迎郭局長在兩個調查小組 都好好清楚的說明 那我剛才講說 哇塞 民進黨的明代 真的是生活好自在跟我們都不一樣 捧場可以一次買200瓶 我跟他捧場而已 裝腳啦 還好吧 捧個場 200瓶啦 這前課嘛 中間那前課 給他commission 200瓶 還好吧 加入 那他可能覺得他是素人過去跟鄭文燦不認識 這也是一笑大方 因為全桃園都知道郭育信是郭榮忠家族 郭榮忠家族在桃園已經 民進黨深耕已久 他是因為他第一審 他在這個擔任市議員的時候 被習明市第一審判當選無效 所以 這個郭育信才出來緊急去做參選 2015的時候 那郭育信出來選也沒上 就鄭文燦就幫他安排 後來把他拔鑿到這個金發局的局長 拔鑿到之後呢 這個2018年拔鑿 2020年的時候 他剛好做這個土地的買賣 這個上面都寫得一清二楚 我是不知道現在的政務官 可不可以在在任的時候 去做這麼大筆的土地的買賣 而且這一件事情 因為有牽涉到長串條例 所以跟金發局也是有關 所以作賬買賣 那你當然說我都依法 那我就交給檢調來做調查 第二個 重點 因為中好我一直不提他的名字 我在記者會 故意提他爸爸的名字就好 因為做人劉一線 我們都是好朋友 那可是呢 中好提到就是說 你看我們這個土地 又沒有進草榻的重劃區對不對 我們根本沒有獲利 我記者會從來沒有說 這個土地是 化入草榻的重劃區 我就說你 農地買來 可是被倒廢棄屋 這本來是一個看起來 不起眼的這種投資的標的 可是因為有一個 長串的條例 在那邊感覺吸引大家來 可是長串 我再記得我會講清楚 可是長串條例 後來沒有成功 所以郭義憲剛才講說 長串條例又沒成功啊 你為什麼說我長串條例啊 說旁邊的人 我其實都講得很清楚 因為資料我太清楚了 資料我都有 我都看過 我只是把兩個PDF拿出來講而已 所以裡面 一清二楚的事情 我都幫你們 已經保護得好好 長串也沒過關 也沒劃進草榻 重劃區 你還要質疑我什麼 第三 也是最後 因為 節目的時間 我大概沒有像郭義憲 有這麼多的時間 他講我八德 他說啊 因為你草榻這樣檢驗 所以八德啊 小快信你也不能這樣檢驗 錯了 八德草地弊案 大家九月拭目以待 誰買了地 誰賣了地 買方的地是誰給的錢 檢調 都有耶 不然你以為為什麼 陶檢在做申告庭的時候 跟地院的時候 是講說 還有相關案件在一併調查 所以我不能因為這個案說他還500萬 只有這個案我就放他出去交保後傳 然後沒有串證之餘 錯 陶檢有 所以我說今天郭義憲出來 我是本來從頭到尾是都 一切事情都不想回應 可是他難得出來跟大家 做公眾的對話 沒關係我今天回應得很清楚 我手上有的 你手上有的我都有 你們的金流 我都有 那八德小快息 你可以說你不知道 沒關係 那你也不能出來評論 因為我手上有的證據 陶檢也有 所以這時候 然後未來如果像你這樣 多上幾個節目 因為接下來如果檢察官傳你 跟 桃園市議會假設這個調查組傳你 你就不是這麼自在的談話 好來林桃 但是我先喔 一個一個來好了 郭義訊剛好大概提幾個啦 我們先 就 時間的部分 不然你先來回應一下 郭義訊他 他剛剛反駁的是說 他是2014年9月才合法取得債權 那2014年12月 鄭文燦才當選桃園市長 那如果這兩個時間點都不攏 結果把他套到 所謂的鄭文燦購地集團 這樣有合理嗎 因為在整個的 你看他購地的時間是2014 是在這個整個的2014 然後接下來這些人 然後慢慢的組成 到2020年把這塊土地 真正做了買賣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過程中 你可以講說 我都是用 現任的職嫌 去 去影射說過去為什麼 他們是 去買地 那沒關係嘛 這就給大家講嘛 就是你賣地的時候 你是現任的 金發局長沒有錯啊 你2020年在這個合約上 因為我們是按照那個合約嘛 我就講 打兩個PDF嘛 那個PDF就是 你的買賣合約書上面寫的是 2020 2020的時候 你確實是 整個 購地集團的 一員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可以去討論上 沒有啦 2014加入的時候 我還不是金發局啊 我2020賣的時候才是金發局長 沒有關係 你跟法院吵這個都沒關係 文字上 譬如說語意上 都號前面 都號後面 現任的 郭育信 然後加入 購地集團 沒關係 你就說 沒有 我不是 我2020才是 我賣的時候才是 我2014不是 沒關係 你可以跟檢察官講 可是這些事情是 白紙黑字 上面都有 身分證字號 都有你的私章 所以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談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 小鈴鐺